很多胆结石胆囊吸肉患者 最关心的是怎么样才能让解石 吸肉不长变小 那说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明白解石吸肉是如何形成的 解石的形成主要是由于胆质不能按时排出 造成胆质浓缩日久的形成结石 那结石在胆囊内不断的刺激胆囊壁 就出现炎症 慢性严重反复刺激 可以使胆囊粘膜增生突出 从而形成的炎性吸肉 这个时候我们做壁钞 除了解石吸肉 还会有胆囊壁增厚超过两毫米 或者是胆囊壁茅槽等字样 这说明胆囊炎也一直存在 体现的症状就是忧伤腹不适 疼痛或者是胀闷 相应的后背也会出现类似症状 尤其是进水油腻或者是过饱 或者是生气后症状加重 还有的会伴有哀气反酸腐渣等症状 这些都是胆囊炎的表现 这个时候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首要问题不是溶食化石 而是胺食消除炎症 通过清肝力胆止痛 减轻结石对胆囊壁的刺激 消除胆囊炎症 恢复胆囊的正常收缩功能 刺激胆质正常排泄 之后我们再加入溶食化石排斥药物 这样才能使患者减少痛苦 有利于解释的排除 好了今天这个话题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也有胆囊结实啊 胆囊吸收啊 或者胆囊炎的等等问题呢 可以把你的症状发给我 我给大家呢 编程分析 感谢观看